今天我们在奥兰多地区最大的湖 雷克帕布卡上的半岛 Hall Island 来带大家看一套85尺面观的 大水井独栋别墅 一进这门呢 左手就是正式用餐空间 我们现在大家去看一下它这个位置 面积也非常大 在这里它的正式用餐空间呢 也是通过一个走廊连通 直接连通了厨房 那么这个走廊的左手呢 它做了一个可以用来放额外的柜子 装红酒柜的地方 右手就是一个步入式的储藏室 面积非常大 用来放厨房里所有的干货 整个厨房 整套房子它都采用了这种 现在比较流行的冷色调 灰色系白色系设计的 那么这里它是使用了天然气的灶台 也有抽到室外的抽油烟机 它的所有地板都是看上去像木纹的这种瓷砖 打扫起来也非常容易 这个开发商的标配是不包冰箱的 标准的台下盆 在厨房的这里它也预留了一个可以做早餐桌的空间 室外的这个湖景呢可不是一般的湖 它是我们奥兰多地区最大的一个湖 雷克帕布卡 据说是全国第四大 这个湖上也确实是周围建了非常多的百万级别的豪宅 起居室 带了两个双推拉门 面积非常大 在厨房的正对门呢就有一个job zone和通向三车库的门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三车库 这个小区因为是有天然气 所有的热水箱都是用的这种天然气无水箱的高阶能热水器 所以它的车库里面就不需要放一个非常大的热水箱 很节省位置 它也把楼下楼梯下面的空间做了一个额外的储物隔断 这里开发商还没有完全交房 所以它有一些建筑材料堆积在里面 它的一楼也有一个卧室 并且在卧室对面贴心地设计了一个全洗手间 它是带冲凉房的 这样就方便 用来做客房的话就非常方便 一扇门直接通到室外 这个户型的面宽是85尺 它是紧在Vicapapa上面 后院有相当大的面积 这间卧室面积也不小 也有水井 带自己独立的一帽间 它所有室内的门都是八尺高 接下来带大家到二楼去看一下 它的楼梯也用了这种偏灰色调的木纹 扶手设计 那么一上二楼的左手呢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客厅 它有一个双推拉门 到室外巨大的阳台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室外阳台 这里的阳台是带顶的 所以业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把它用纱窗包起来 这样不但避闻虫 而且在夏天也可以阻挡一部分的阳光紫外线 你可以听得到树林里面的鸟叫吗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阳台呢 有两个出口 一个是进入到客厅的门 另外一个就是到主卧的 那我们接下来去主卧看一看 它的主卧设计 客厅的右手就是主卧的双开门 主卧当然也带自己 直接通向阳台的出门出口 而且它用了一个吊顶的设计 这里开发商给装了最基本的吊灯 那么业主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在装修之后 根据自己的软妆 选一个更合适的吊灯 主卧洗手间 两面带窗 采光非常棒 分开的男主女主台下盆 和一个非常实用 很深的浴缸 这样子的浴缸看上去 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它因为很深 其他形状的设计 就是一个人泡澡的话 其实非常舒服 非常适合 就是形状什么都非常完美的 也有一个很大的冲凉房 当然用来储藏毛巾和肥皂的储物间 带隐私门的马桶间 和一个步入式的衣帽间 这个衣帽间看上去不大 但是它另有玄机 在右手拐弯 还可以再拐 如果你在家里需要有一个保险箱的话 这就是最完美的一个放保险浆的位置了 看完了主卧泡房 我们也到二楼楼梯的另外一边 去看一下它的几个小卧室的设计 这是空调机的工作间 它的室内所有的门都是八尺 而且这里也有一个像小厅一样的感觉 空间感非常大 采光也很棒 因为曝光的原因大家可能看不到 但实际上它的室外也是水井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小卧室 带自己的独立的窗和衣帽间 八尺高双开门的衣帽间 旁边配备了一个共用的洗手间 干湿三分离 两个台下盆 门外就是一个额外的储物空间 继续往前走 继续往前走 第二个小卧室 面积也非常大 也是水井窗 也是水井窗 继续往前走 有自己双开门的衣帽间 并且一个非常大的 三分离 干湿三分离的洗手间 看完房子了 你觉得这个户型怎么样 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小区和位置的信息的话 可以参见我们上一次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户型的话 可以点击我们视频下面的简介栏 看房子相关的位置价格等信息 还有我的联系方式 如果你不喜欢这套房子的话也没有关系 关注我 下次带你看更多的奥兰德好房 感谢观看